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真实 最详细关于中兴30 Ultra的国人使用报告 周期见到这个手机渲染头的时候 第一眼就开始跟我说太好看了 太好了看了 赶紧让我买买买 的确看图片它外观的时候 你可以被称之为精致 走的是那种圆中带方 方中带圆的风格 你还别说真有点像Note20 Ultra 但这两台还是有点不同的 摄像头旁边这个名牌 就很像当年诺基亚N97的设计 既有辨识度 也不影响整体的架构和观感 算是别出心裁的额外设计 总之这个矩阵 它可以算好看 那就是这个三乘64 要是能去掉就更好了 这个参数标的我吧 就感觉回到了两年前 不是两年前华为也没这么标啊 正面就没那么惊讶了 中置挖孔面积控制的不错 但跟发布会上那个渲染图没法比 最出戏的是这个R角 也不用太多解释 和View放在一起就很明显 总之中心三零Ultra 有点缝合怪的感觉 但不是贬义啊 因为它缝合的大多都是其他手机上的优点 它长得好看 但是只能看 从来没有一部手机 看起来和摸起来落差能有这么大 首先它的边框高出屏幕一截 每次滑动都非常歌手 还有它采用曲面热弯玻璃 做了一个大角度的弧弦固度 边框和手腕接触的面积就很小 听着是不是和小米10腰车很相似 但问题是中心的边框太高了 你平时握着 其实接触不到它的后杆 你拿着手机的时候 真的就有种拿着边框 又滑又锋利 本来我想这裸门不舒服啊 那就戴套应该能好点 那嵌好手发还送了一个官方壳 那这壳吧就跟手机本体一样 看着还不错 但也只是看着不错 我万万没想到这个壳左右两边还是镂空的 那真是跟谁学不好你跟华为学 那为了保护后盖又稍微突出了一点点 那这就导致我裸门用像是拿着一把刀 那现在带壳是两把 所以虽然这手机三维控制的非常好 但裸机细节这些处理的很难让我 给它的手感打很高的分数 它把前面那些优质都吃回去了不少 所以你可以说它轻薄 但上手以后你未必会说它的手感好 屏幕来自维希诺 是钻石排阶的1080P 实际体验 清晰度 可视角度和通透性都没有什么问题 表现要比以前的周冬雨或者Delta 好像太多了 颇有一点异甲乱针 那如果其他手机采用这种混用的国产屏幕 能达到这个水平 我相信有些用户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介意 但亮度还是跟三星有些差距的 全聚亮度激发650 屏幕有三种模式可以调节 但没有标明哪个模式是对应了什么色域 大家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了 至于刷新率有四档可以选 那合并不太一样的是 它有一个状态栏显示刷新率的选项 可惜不是实时的没什么用 而且放在时间附近有一点奇怪 总体来说这块屏幕的表现只能算中规中矩 在2K120Hz横行的今天 把这块屏幕放在5000挡以上 确实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虽然确实有更烂的 但中兴你真的要跟华为比屏幕吗 那如果说只看素质的话 我还用得下去 但它出厂也不送贴膜 不是中兴 你觉得到今天你不给我们膜 我们去哪买呢 而官网吗 也没有 那人家索尼最起码 他也没有 只能说成为小厂都是有原因的 而且整个杭州只有两家售后 看名字也像是第三方的 那这是在杭州啊 那要是哥以前在泉州 想去线下贴个膜 对不起没有 售后服务连互联网品牌都比不上 不管你产品再好 我都不敢把它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 那除非有仇 线线马达也是调教的一塌糊涂 刚上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转子 它甚至优化的不如某些转子 不管是返回多任务 还是平时点案 还是字在输入法里面打字 中兴这个超大杯 无一例外都是嗡嗡嗡 你要是发布会上不说这是线性 我们心里反而没有这么大的落差 关键是这个优化吧 三连奥扰居然是默认开启震动的 不知道是谁给它的自信 你看人家Vivo 用了转子以后 老老实实就默认关了所有震动 我不是让你们继续用转子啊 指纹接锁位置不错 但有点迟钝 符合平时我们使用习惯 扬声器的表现中规中矩 声音很大 人声有些干扁 不适合听那些比较深情的流行乐 而且声音一大 整个手机都在震动 这个可能和轻薄的机身有关系 让我与你我别再轻轻抽出 我的手 直到思念 从此深根花念 从此停顿 热泪在心中灰尘河流 热泪在心中灰尘河流 3012色电池容量为4600毫安时 在这个身材 这个机型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轮测试下来 剩余电量47% 在今年看 属于中等水平 比较可惜的是 它没有无线充电 有线充电做到了66瓦 前半段速度不算快 但好在这个手机几乎没有眷留时间 后半段的速度依旧很快 整体42.5分钟 这个充满总成绩过得去 毕竟单电型 肯定不能跟双电型比 今年888确实有一点热 而且轻薄的手机 这个性能表现都不太好 中性也不例外 20分钟原设以后 平均震率54.7 期间有降频 掉震的现象出现 尤其是在后半段 这率波动更明显 玩的时候也能明显感觉到 机器温度升高与厚 特别是顶部或者底部 体验不是很好 影音娱乐部分 中兴三连奥术只能说是草点满满 除了屏幕和续航 还可以 其他方面的表现真的一言难尽 很多年轻的观众可能不知道 中兴是最早在影像发力的品牌之一 以前的Nubia 开刷了很多相机新玩法 这次三连奥术带着三主摄冲来 虽然我不指望它能优化的比华为或者vivo好 但这个硬件至少看起来确实很有诚意 也很合理 足够吸引眼球 恰逢周日 我也们也是带着它去了一趟上海车展 中心这次很有意思的是搭载了一颗35毫米胶盾的GW3 听不懂没关系 也就是一颗主摄的1.3倍左右 这个焦段拍出来的照片 视角和人眼会很接近 但中心在普通模式下依旧是两倍的按钮 想要切换到1.3倍需要自己去涮这个拨盘 或者直接开人文模式 经过测试 这颗镜头起到的作用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首先在35毫米焦段下 它的画质还不如主摄裁切 而且因为它没有防抖 拍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糊片 暗光画质也比较拉滑 可如果是切换到两倍 解析力又跟其他手机的普通人像头拉不开差距 虚化算法也没有优势 就目前这个表现 这个头近不如主摄 远不如人像 实际效果我很难给高分 至于它的主摄 这个价位吧 MX686就显得有一点普通 好在颜色和白平衡还算稳定 动态范围不错 得益于OS普通夜景也不会被拉开差距 但光线更弱的话 还是会被那些高端的影像旗舰差一点 比较令人惊喜的是长焦和超广角 这个5倍的底很小 但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见的是小米11 Pro 当时给我们留的印象不是很好 中星这个表现就好太多了 甚至能跟Vivo的5倍打的有来有回 好的色彩能让日常使用的频率大幅度提高 那我总不能每拍一张就去修个图吧 超级月亮这个想法做得很不错 作为主打的卖点确实有点东西 就算是用到的机会并不多 但好歹是这个手机为数不多能用的 而不是 超广角同样是GW3 称为主设计确实没问题 而且13毫米它确实要比华为Vivo更广 妥妥的第一梯队 最重要的是即便它没上自由曲面 它的机边控制也非常优秀 不过解析力要求就不能太高了 像素虽然不少 但相比于这个单像素的面积就小了很多 纯净度什么的就不能有太大指望 HDR很不积极 大光比情况天空会经常的过曝 有待悠化 所以中兴30Ultra的超大杯表现 拍照 属实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一般 体验更是有超级大的提升空间 在我们平时用的时候 快速打开相机这个功能 是有89只黑屏 遇到好看的车膜 而不是车呀 每次想掏出它拍照 都很难受 那接下来就看看这个软件 MyOS 发布会上吹灯几个功能 流光屏 应用级 流光桌面 还有内存的融合技术 看着和ORANGEOS一点都不像 这倒是无所谓 曲长不短 总归好于一直不变 结果这个拿到手我差点就懵了 愣是一个都没找到 可版本号明明已经是11了 于是我就联系了中心的客服 就像一个半成品 和MIUI 1265不一样 小米它虽然画饼难产 但好歹原来的系统是可以用的 但中心这个吧 就像是急急忙忙赶出来的 还远远没拿到发布那个阶段就发布 而且还开卖了 这在一定程度就是对现在买消费者的一个不负责 截止到4月28号结稿 我们都没有说到任何的系统更新 而且以上说的所有问题依旧存在 我不知道这个囧事会延续到多久 希望这方面不要和弗莱密学 很多年轻孩子可能不知道 中兴是最早创立互联网子品牌的厂商之一 努比亚比荣耀还早出生了一年 包括影像 最早网上营销的也是中兴 玩法非常多样 以及早期的无边框 都是他们弄出来的 如果说魅族是多了一个没关系 它少了一个真的很可惜 那中兴这个少了它 没那么可惜 中兴目前的手机 现在显然只能用小众来看待了 那既然是对待一个小众 我一开始就是抱着一个很宽容的心态 想给一个相对积极的评价 就这么说吧 哪怕它达到了可用的级别 我都会鼓励一下 但拿到这个手机以后 我特别失望 印象里我真的从来没用过 像这种半成品的旗舰 用一堆看似还不错的料 堆出了一部很差的手机 根本不像网上某些评价说 它完成度很高 那中兴让我知道 组装也是一门艺术 突然觉得小米被人家喷是组装厂 其实挺牛逼了 关键是我发一波吐槽它 竟然还有水均来控屏 那有这功夫的话 是不是请一个工程师 好好优化一下会更好呢 以这个手机目前的表现 就不要聊什么购买建议了 就像小米MIX Fold 选择在2021年的这个时间点问世 除非你是小米的粉丝 你就认可小米这个理念去买 但它这个完成度 就是落后于现在华为Mate X2整整一代 和三星的Fold 1差不多 勉强能碰碰Fold 2的肩膀头 这个中兴也是这样 除非你是特别喜欢中兴 否则中兴和这个小米折腿品一样 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都不推荐购买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在5000这个主打高端的价位 消费者除了需要一个配置强劲 外观精致的手机以外 更需要的是软件方面 包括售后和购买这种满足的心理 那目前看华为空出来的这段勾敦的蛋糕 看样子也不是谁都能抢走的 至少现在中兴还不够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讲到这我突然感慨 不知道这台手机又要亏多少钱才能卖出去 有想法的话可以去我们的闲鱼看一看 我们的评测机和大草莓都会在那里面开售 如果如果这期视频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麻烦给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真的会亏不少钱 我是华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